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共度一生的人 生活最爱开玩笑了 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 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的选择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 也许只是在最适合的时间出现的那个人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 一起来听今天的九点夜听吧 我在面对生活里的得失的时候 在面对生活里的困惑的时候 喜欢找一个角落 安静地思索 我所做的这些 有哪些是对的 有哪些是错的 我应该执着的是什么 我应该放下的 又是什么 人生这场旅途 一路走来 一定会伴随着七夕落落 风尘瀑布 有繁华美丽的 也有朦胧 虚幻的 你走过的那些路程 你留下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 就是你生命里 最珍贵的东西 有些事情 也许走着走着 就忘了 有些人 也许走着走着 就散了 但一定也有一些 留在心里最深处的东西 它们永远 都无法消散 它可能是一个 再也见不到的笑容 可能是一句 再也听不到的问候 也可能 是一个再也不会转身的背影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就是 面对曾经 谢谢你来过 面对现在 有你 真好 我又不是你有酒吗 小河水流淌 小河水流淌过我老家 想起那些时光 仿佛昨天一样 只是才回不去 那段无忧的年华 我有故事 你有酒吗 阳光温暖晒着我脚痒 想起那些时光 河水流淌 河水流淌 眼泪悄然落下 为了在我心底 最为美丽的莲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